世界上第二大水电站是伊太普水电站,由巴西和巴拉圭共同建设完成,总投资大约耗费1800亿元。 从1973巴西、巴拉圭两国政府签订协议之后,耗时16年建造完成,现在每年发电量,为两国创造了180亿元的收益。 可能你不知道,我国的三峡水电站发电量,不如伊太普水电站,主要是因为三峡水电站是以防洪为主设计建造的,枯水汽水量少,发电量上不去。 等到了讯期,本来可以利用源源不断的滚滚将水发电。 但是为了防洪,大量的将水只能被放弃。 而伊太普却不是这样。 它的建造主要是以发电为主的水电工程。 伊太普水电站的建造完成,还导致了世界上最大的瀑布群塞特·凯达斯的消失。 当时的巴西总统格雷特,以及众多世界自然学专家,专程来参加这个瀑布的赠礼。 此外这个水库有43%在巴拉圭,剩余的57%在巴西。 是由两个国家共同拥有,不过却产生了很大的分歧。 两国共同建造水电站。 按说出资以及发电量的收益,两国应该均分的。 但是巴拉圭比较穷。 所以当时巴拉圭应该出的钱,是以贷款的方式向巴西借的。 也就说实际上巴西出了所有钱来修建水电站。 而巴拉圭又是一个面积仅40万平方公里的小国,与巴西850万平方公里的国家,无法相提并论的。 因此,水电站5%的发电量,足够巴拉圭用了。 剩余的45%低价卖给巴西。 卖电的钱大部分用来偿还贷款了。 一开始巴拉圭还觉得合适。 但是时间久了就反应过来了。 虽然钱是巴西出的。 但是因为欠住贷款。 又低价把电卖给巴西。 还不能按照市场价卖给其他国家。 是血亏啊。 巴西却觉得巴拉圭没钱。 自己借钱给他修水电站。 不仅通过水电站解决了国内用电问题。 还想要赚得更多的收益。 简直就是白眼狼。 不过后来,巴西还是满足了巴拉圭的一些需求。 双方的争议才结束。 估计很多小伙伴都不知道。 我们国家为伊普泰水电站的建造,也做出了不少贡献。 中国公司的发电装置,以及防水技术材料。 在水电站建造时,得到了广泛的应用。 而且好评极佳。